虽说马自达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逐年下滑 但是在海外市场 马自达则是节节攀升 无论是轿车还是SUV 马自达算是迎来了井喷 而在最近 马自达的又一款轿车版本迎来了换代 它就是2023款的马自达3 新车与国内版本完全不同 匹配了柴油加2.5T的汽油机 更是让它化身小钢炮 新车在日本售价为228万8千 减386万65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2万至20万人 它的到来对于高尔夫等系列 将会是不小的冲击 在外观上 经过调整后的马自达三造型上 变得更加激进 车头所形成了下压式的布局 更是带来了无限的力量感 传统的黑色网格状中网 也都变得更加细腻 看起来更更精致一些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这款车的logo换成了镜面式的布局 与大众一样 内置了丰富的传感器 整个大灯形成了内线式机构 远处上看 确实要更加深邃一些 并且也全部更换成了LED的光源 新车的前保险杠 与车身贯穿到了一起 有种3D打赢机的杰作 体型不大 但却能与新车的风格 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 这应该是马自达 一直所执着的事情 和车头一样 整个侧面采用了 比较婉转的风格 取消了腰线 但前后隆起的轮媒 还是能保留运动元素 内饰上 新马自达三带来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艺术感 首先三幅式方向盘 依旧保留运动元素 10.25英寸多媒体屏 也不再像以往那么廉价 至于匹配哪套车机系统 目前还没有消息 但增加手机无线连接 手机无线充电 USB Type-C接口 远程启动等配置 此外 新车所增加 驾驶员疲劳监测功能 也成为标配 大的方面 中控台设计 采用了纯色 以及双色的两种元素组成 调整后的造型 带有明显的艺术气息 至少小编是这样认为的 动力方面 日本上市的马自达3 匹配了两套动力系统 一款12.5T的汽油机 最大马力达到了250匹马力 而另一款则是代号为 Sky Active D1.8柴油发动机 并提供两驱和四驱系统可选 所以 从动力的表现上行看 这款车就是钢炮的属性 新车已经在日本正式开售 约合人民币在12万左右 下期再见